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媒体报道这起命案恐怕和同志的情杀有所关联 结果引发了社会的震惊 据说当时连国外时代杂志也要透过新闻局访问承办的侦查队长林金祥 或因为讨论社会舆论林金祥拒绝了 如今官司已经定验 林金祥愿意接受我们的访问 来还原当年侦办的整个过程 取案的关键在于警方在一个同志的网络聊天室 锁定了设有重型的料性男子 他在2002年2月3号以虐犬这个昵称 和死者在网络上相谈甚欢 当天晚上两个人就约出来见面 要尝试所谓的窒息式性案 结果性行为结束之后 料性男子倒头呼呼大睡 他忘了将套在林金大学生头上的塑胶带给解开 结果导致窒息死亡 台北地检署依过失致死罪 起诉了料性男子 但是死者的家属强烈的不满 到了一二审法官则改移杀人罪判处13年的有期徒刑 不过更二审的时候又一逆转 认定嫌犯忘了取下死者头上的塑胶带 并非故意杀人 判刑一年十个月 加上遗弃尸体罪 并判两年 总共应该执行三年八个月的有期徒刑 发生命案的现场已经被警方监视人员给封锁了起来 附近民众则是聚集在一旁 议论纷纷 2001年2月6号 正当民众准备欢度元宵节的前夕 台北市罗斯福禄六段浦胜宫前的空地上 有人发现一个黑色旅行用的双排扣带反复箱 好奇之下打开了拉链 没想到露出了一节人腿 吓得赶紧报警 我就过去看 有看到这个手 那这个手看了 我看还有一点像模特儿那种感觉 但是我再等一下去看一个仔细 有看到这个后小腿 那后小腿它有那甲毛在 我们赶到现场 箱子 因为它的箱子上面是有一个 没有完全密封的 可以看得出来是整个 手 然后后来我们把箱子稍微打开 发现是一个人 卷曲在里面 死者全身边有外伤 被激进以对折的方式塞进了这个长七十公分 宽四十八公分 升二十公分的旧行李箱里 一条蓝色男性四脚裤包住了死者的头部 警方将死者指纹送交刑事局比对 在当天的傍晚确认了死者就是已经失踪三天的灵性大学生 灵性主的死者 他本身也没有全科资料 只是说还好他因为戒礼 兵役年龄 所以他已经做了兵役的体检 有留存兵役 遇兰的指纹 所以这样很快的 我们大概只有五点多 就查清楚他的身份 一名品质尽有的大三学生 竟然赤裸沉湿在行李箱里头 再加上尸体有一次遭到同性性侵的迹象 这案情看似突出迷离 专案小组为了厘清案情 分别从死者交友对象 通联记录以及网络电子邮件展开调查 初步指向这是一起同志请上案件 初步验尸的时候 发现他的肛门有种大的情形 那初步研判 当初的初步研判 应该是一年半才是同志 但是警方为了怕引起媒体的过度追逐 影响侦办 始终不愿透露死者的现象 后来一名自称是死者圈内有人的邱先生 在验尸的现场接受媒体采访 透露出死者的同志现象 结果引起了震撼 以及死者家属的强烈不谅解 然后工长出外 他认识了一个男生 表现很好 然后主动搭讪他 请他去吃饭 可是我当时打过去的时候 他说他跟他两个人有一点争知吧 我们一直 保守部门并没有把他是同志的这个讯息 释放出来 而是在解脱那一天 一个同志 曾经跟他有交往过的同志 接受媒体的访问 才把这个讯息释放出来 那他的父母亲对于 死者是一个同志 一直没有办法接受 然后责怪我们存放 把他这个同志的身份给保留出来 我当主人也承受到很大的压力 我觉得他们应该是不小心 让他这样 如果现在有意要杀他 我想要更偏僻的第一 由于这个重要的线索 让警方确认交友单纯的临近学生 很有可能是跟网友外出 结果惨遭不测 专案小组在一个著名的同志网络聊天室 获得了网站站长的协助 清查过滤出 于一名密书虐犬的网友 有极为亲密的性挑逗对话 凶贤在网路上谢过我儿子 然后就在网路上说 他找到一个性的奴隶 假如凶贤没有性虐待倾向的时候 为什么会发表如此狂妄的言论 很显然当时凶贤已经准备 用什么方式来对待我儿子 那他会轰动是因为 其实这个嫌犯廖先生 他就给了这个新闻一个 很好的标题就是个孽犬 孽犬就可能想到当年 白信用写的第一个 有关同志之间的故事就是孽子 然后再加上他的手法是相当的特殊 然后他又异地弃失 所以说会造成警方的动员的能力比较多 所以案子至少会轰动 检警发现死者案发当天下午6点1分到58分间 使用家里的电话拨接上网之后出门离家 他和虐犬相约在台北火车站对面的台北银行见面 这是两人第一次的见面 就展开了这场危险的致命性游戏 我们可以模拟那个场景 就是把你的手脚绑在那个床边 床脚下 然后套上一个搓胶套 然后在颈部把你勾托 然后他最特殊是说 他为了加强这种所谓的官人性的刺激 他在你的鼻子里面 用棉花 装所谓神仙水那种兴奋剂 但是他可以让你一点点的呼吸 咸饭这个尿性的咸饭 他就睡着了嘛 睡着了就忘了 把他那些 会让他窒息的东西把他拔除掉 所以他可能这个离境的学院 可能当时也属于一种仿尘的状态 所以又自然就呼吁下去 结果就自然就挂掉了 虐犬是谁 警方先查出了虐犬网路使用户 属于台北线某渔会的一名 诚信雇员所有 但是他提出了2月3号不在场的证明 否认涉及这起案件 他说他的网站密码曾经借给一名 叫做Kevin的网友 后来专案人员取得Kevin的行动电话 透过了通言记录交叉比对 查出Kevin就是一名料性男子 此外警方发现2月6号 死者尸体被发现之后 2月8号的隔天 代号虐犬的Kevin 就因为精神状况不佳 跑到了医院就诊 办案人员为了怕打草惊蛇 锁定了和他熟悉了另外一名诚信嫌犯 从他的日记当中发现了重大的秘密 从2月4号 2月5号 我发现陈玄他的笔记记载 非常的不一样 虽然他记载的不多 每天他记载的东西都不多 但是从他记载的内容 我发现隐藏了很多东西 所以我根据他所记载的这些资料 我足以地去问他 后来证据到最后 他完全承认 传信男子在接受警方训问的时候共撑 廖信男子在林星大学生失踪隔天 曾经打通话告诉他 前一天晚上海明同志进行性行为的时候 因为一时失守 导致对方暴毙 他不知道如何善后 干脆用自己家里的旅行箱装了尸体 并且漏夜骑机车气失 在3月2号那一天 应该就是把下午 把廖显从医院带回来 那医生认为说他已经可以出院 但是廖显可以 见到我们警方去 他心里有数 那个情绪上的方面 几乎是崩溃的 所以我们带回来以后 一直没有办法 你讲一下 为什么会这样子做呢 对不起 征办台北大学林星学生 将生命案的警方 在3号中午宣布破案 原本坚决否认是案的嫌犯廖 在警方进一步突破心房之下 终于松口 惨成一时失守杀害林星学生 后来台北地检署 原本依照过失致死罪 起诉了廖显男子 不过死者家属强烈不满 假如是窒息室的死亡 为何没有向人溺水时 人 撕掉 这个贴布 这个本人呢 除非一种状况 当时我儿子 也就是受害者 已经失掉任何的意识 这个林星学生的家长有个质疑 他应该 因为牵扯到说 这个姓廖的这个嫌犯 后面是以过失杀人 但是 家长是有 被害人的家长是有质疑 这怎么可能是过外杀人 因为在你要窒息之前 你会有一些反射性的动作 一二审法院审理过后 改依杀人罪 判处廖姓男子 13年的重刑 而在这段时间 发生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何一婷在辩论前夕 法官突然接到了一封 庶民死者姓名的信件 让人心里发毛 内容则是写着 当初他同意 和廖姓男子玩游戏 如今在另外一个世界 他过得很快乐 很平静 对廖姓男子 没有怨恨责怪之意 英俊男子的信 我觉得是 他们的 所谓的圈内同志 因为他们是用电脑打字的 什么人会电脑打字 推断一下 就是不外乎跟这个案子 有熟悉的关系的 所以站在加害人家属这边 希望他改完出来 站在被害者立场里面 希望他死心 把死者的母亲当庭 痛斥被告廖姓男子 装神弄鬼 想替自己脱罪谢责 已经被羁押 一个星期的廖姓凯 神情有些疲惫 颈部和背部 也都有明显伤痕 因为体力不支 他还当场晕在法庭上 你刚刚有提到说 他的演技很 你觉得他在法庭上的表 都是表演吗 我相信你最好你去问他 问被告最清楚 后来台北地方法院 何一婷在审理过程当中 认为廖姓男子可以避免 却没有注意而造成死者死亡 主客官上面都触及了杀人罪 因此判决13年有期徒刑 协助气势的陈姓男子 则判刑了两年 他真是死祸吗 你看他真是死祸 看完庭被害人 明信大学生的妈妈 仍然激动的不能自己 持神痛哭的指责被告 过刑期两年的过世杀人 与最少十年杀人罪的天壤之别 在被告坚持上诉之下 由最高法院发回公审 或原本被控 湮灭证据的陈姓男子 改判无罪 法官指出 虽然他承认帮助清理衣服 帽子等犯案的证据 但这是在尸体发现之前 因此不构成湮灭证据 至于他另外被控 协助遗弃尸体尸体部分 由于电脑记录显示 当时他在家里上网 也因此获得改判无罪 全案一波三折 最后在2007年3月24号 更二审定验 法官认定 廖姓男子是过失疏忽 没有取下死者头上的塑胶袋 并非故意杀人 除了过失致死 判刑一年十个月之外 遗弃尸体罪 另判两年 总共应该发肩执行 三年八个月的有期徒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